你敢臭啊你 你村娘也敢臭 安督察 安督察 太军 太军 大家注意了 现在有上山太军宣布重要命令 请 诸位 为帮助大日本皇军 实行大东亚供应 辛苦了 皇军操劳 皇军操劳 为了维护上海的繁荣稳定 我们决定对上海 苏北的难免实行归乡政策 让他们尽早离开上海 太军 我有一个疑问 说 让难民回乡离开上海 可能会给抵抗分子 造成可乘之戒 为了防止抵抗分子昏入其中 你们一定要加强检查 对每一个即将离开上海的人 都要严格检查他的身份 绝对不允许有一个可疑的人 离开上海 嗨 嗨 你和日本人勾结起来 联合给他下套 你和日本人勾结起来 联合给他下套 和国家传场的地企拿回来 这个事情难办了 你得去跟共产党的游击队要 反正我这里是没有办法的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我没想怎么样 我就是个中奸人 那是陆公子心甘情愿的 我可没有逼他 可是你联合起了日本人 给他下圈套 你这么讲话就不对了 做生意本来就是有赔有赚的 要说圈套那可就过了 再说了 之前他也挣到钱了 好 领教 老毛 麻雀给你提个醒 好 陆太太只是你的掩护身份 说到底 你还是重庆政府的人 作为一个职业特工 我希望你把工作和感情分开 这件事情 是日本人和陆家的事情 我看你没必要插手 日本人到底要把陆家怎么样 跟你没多大关系 他们只是你的平台和跳板而已 好 谢谢你的教诲 不客气 不过我要告诉你 现在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结婚 叔 让我们用结婚这件事情 来冲冲喜 什么是冲喜 为什么要结婚 就是用结婚这件喜事 冲淡不好的事情 这就叫冲喜 这不是关键 现在麻烦的是 他们已经把下个月十五号 定为我们结婚的日子了 可是 他决定是他自己的事 我们不对一步就行了吗 安妮 我父亲是一个作风老派的人 这在中国呀 儿女结婚 都要听父母决定的 简直太不可想象 结婚是我们俩决定 为什么要你父亲来决定 再说我们可是不能结婚的 我知道 所以我才跟你来商量嘛 我不懂意 要不这样吧 你去找沈某某商量一下 让他把你派到别的地方工作 不行 我还有秋冠的任务 我知道 这不是权宜之计吗 秋冠刚刚有了一点美目 我现在绝对不可能离开 你怎么就被执拗呢 我就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的 好 安部 这么着急找我来 是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敌人又有了新的行动 今天上午 上山中左传达了 市政府的命令 这个命令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 就是加强白色恐怖统治 把可疑人等 依律按通共罪格杀无论 老家命令我们电台 进入冬眠状态 第二部分 就是实施归乡政策 把滞留在上海的难民 一律赶出上海 把滞留在上海滩的难民 让他们回归乡里 鬼子的这招啊 可真是高明啊 这个做法就是 相装武剑 意在佩弓 这话怎么说 鬼子实行归乡政策 是有他们的道理的 他们在明处 我们在暗处 鬼子抓不到周洪文和乔治 就利用难民回乡的这个时机 把他们从暗处引出来 他们断定我们一定会利用 这个难民回乡的时机 把他们送出上海 这就叫欲擒故纵 敌人这个计划 是把双刃剑拿 一来可以减少人口 缓解粮食的压力 第二 可以在禁出上海的关口 设下口袋阵 给我们来一个望中捉鳖 我觉得安伯分析得很对 可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利用这次机会 把他们安全地送出去 对 这就叫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要结婚 这是好事啊 对吗 可是我还是不想结婚 为什么呀 我听说 你们的婚约不是早就定好了吗 是啊 可是 反正我现在不想结婚 可是这事不是我和皓然的事情吗 为什么要打父亲来决定 在我们中国呢 结婚这种事情就是父母决定的 为什么呢 这个太荒谬了吧 确实是 但是呢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国情啊 可是我看出 浩瑞亦不天结婚 可是他也不敢反对父亲的决定 难道中国男人都是这样的吗 中国男人把遵从父母之命 当作孝道的表现 即便父母是做的 也要清楚吗 事实上 是这样的 我觉得 中国男人又有魅力 你 又让人瞩目不透了 也许这就是 你爱上我们中国男人的原因 现在日本驱赶苏北难民 简直是野蛮的行径 为了所谓的上海的繁荣 就把这些难民派往战区 简直是胡闹 我们也没有办法 现在啊 是日本人的天下 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不如 我们以慈善总会的名义 在各个关口 帮助一下这些难民 虽然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也算是尽了我们的一份 微薄之力 这个办法好 尽一点心 总比什么都不干强 那这件事情 就交给你去组织负责 好 那我这就去办 我这就去 周先生 这次护送你们离开上海 可能会有一些危险 到时候的话 你们换身难民的服装 等出了上海城 会有人接应你们 好 老师 宣兵队的编衣 已经在各个关口 安排完毕 只要猎物一出现 我们就可以行动 有喜 刚才德川线上来电话说 只要遇到可疑人 累计抓捕 遇到拘捕者 立刻强逼 大家再想一想 刚才我的计划 还有什么漏洞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个计划 有堵的成分 明天的情况很难预测 如果出现情况 我们应该有第二方案 按部说得对 我们明天不能有一点闪失 如果有一点点的纰漏 我们整个计划都会失败的 你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兵不厌诈 我们不能贸然地行动 你又有什么好招啊 投石问路 等一下 等一下 看看 等一下 连击 跟着走 跟着走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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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陆大公子 你怎么来了 我受了慈善总会的委托 帮助一下这些难民 没什么好棒的 一切情况正常啊 萧大队长 那这事您说了就不算了 好好 你帮 你帮 都安排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 放心吧 是 是 是 展儿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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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拿这么多东西啊 我们是做小买门的 是 是 是 在渣北区那有个小饭馆 现在粮食现金 生意做不下去了 这不才想回乡的吗 东西带得有点多 打开 检查 这 这打开 怕不好收拾吧 不太好收拾是吧 对 对 不太好收拾是吧 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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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好好吵 这是干什么 没事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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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 好好吵 站住 老总 打开打开 看这里面有什么 看看 等等 好孩子 去广播播送局 登记了没有啊 这 我 我们 没有登记 这就是违京品 这就是我们平时 听听广播新闻用的 这也算犯法呀 你他娘还得给我盯嘴 老总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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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黄军说了 所有有收音机的人 都要去广播播送局 登记 没有登记 这就是违京品 这个 莫凶了 老总 不要这 不要啊 老总 慢着 别打 吓到队长 你做这事 有点过分了吧 我这是当差事吃饭 没办法的事 我要是能给你们压实的 我也不干这差事啊 谁想不干了 安队长 您 您老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 这里有没有土匪报名 想混出上海 再顺便看看 有没有想中饱私囊的 这个 有吗 报告 没有 绝对没有 您看 这是我们刚刚没收的违禁品 一台收音机 我刚想上交您 您就来了 这个胖子给我好好查一查 看他还有没有什么违禁品 是 把这个死胖子给我带走 好好查 是 老总 老总 你快去两名啊 老总 我是两名的 老总 老总 我是两名的 快来 这个收音机就算充功了 好好好 您听 您听 这 真烫量官大一级押死人啊 这么好的东西让她给得了 这个也充功 拿走 是 跑了 是 走 拿走 拿走 来来来 拿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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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好 来 来 那个 都打了 都打了 情况有病 行动取消 知道了 安妮 这是我今天特别为你做的牛排 合你的胃口吗 非常非常好吃 盛伯母做的西餐挺挺有味道的 我们家以前在南洋的时候 我妈就经常做 很久没做了 都生疏了 没有没有 挺好吃的 安妮姐 对了 你的玉佩呢 怎么没带着呀 玉佩 什么玉佩啊 玉佩 什么玉佩啊 你不知道吗 陆家有两块祖传的玉佩 是由婆婆传给儿媳妇的 就像我这块一模一样的 还嘴硬呢 这不是带着人家的玉佩吗 那我明天就还给她 肯定手机会跟她们过来 我决定了 后来 你也觉得 我怎么说 你就是 这个 你氣散呢 当我说 你现在看你 刚好 我真的看你 等你结婚了 这规矩会更多 吃吧 豪然 你是不是有什么玉佩 玉佩 什么玉佩 你母亲给你的 祖产的 你说那块玉佩啊 是 是有一块 是不是沈伯母 问起玉佩的事了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你跟我提过 但是我没有 不过因为之前 沈伯母问我的时候 我说我不知道 所以看样子 好像他不是特别相信 都怪我 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是 是大问题 如果我们假订婚的事情传出去 那沈伯母 和我父亲会多疑的 到时候事情就会按照我们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 那 那怎么办 现在只有 顺水推舟这条路可走了 什么 那就是 我们正式结婚 你说什么呢 结婚 对 对 我们正式结婚 现在除了正式结婚以外 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了 可是可是 可是什么呀 安妮 你不用担心 我们只是假结婚 不 不 只是让周围的人打消疑虑 等任务完成了以后 我们就恢复单身 昊然 你要知道 我们开了家族是天主教教徒 离婚在天主教教义中是不能被允许的 安妮 我们就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婚姻关系 又不是实质性的婚姻关系 不 这 这是欺骗上帝更不能被允许的 昊然 我不能跟你结婚 可是现在如果不结婚 你和我还有我们周围的人都非常危险 你懂不懂 我懂 昊然 我相信有足够的智慧解决这个难题 我的老天爷 我有的时候真的希望你 你 你是一个中国的女孩子 那该多好 好 我请摩西 陆景君 难民回乡关口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德川先生 目前还没有动静 继续不枉 大鱼随时都可能出现 是 根据上次投尸问路 日本人肯定在回乡关卡 埋伏着便衣 这样 乔治和周洪文出现 一定被抓 不光是萧瘸子查的严 那几个日本便衣更难对付 那周先生吧 我可以帮他乔装打扮一下 还比较容易过关 关键那个乔治 他是一个大鼻子英国人 他削瘸子和日本便衣 他就是猪 他也看得出来啊 照你这么说 乔治和周洪文是插尺难逃了 昊然 平时就你主意多 说句话呀 也不尽然 什么叫也不尽然 我是说啊 乔治和周洪文 也不一定出不来 昊然 是不是已经有办法了 跟大家说说 办法倒是有一个 只不过呢 是非常危险的 尤其其中有一个环节 一旦出错 这整个计划 就全都失败了 昊然 说说你的计划 好 大家过来 看看我说的那个方案 可行不可行 第一步的 我打算先这么做 石瑶姐 石瑶 他怎么了 石瑶 快把他扶到床上去 石瑶 慢点儿 来 石瑶你别离开我 这边有我 你们赶紧把罗医生叫过来 好 别扔下我 你别拉拉扯扯他 有事说事 石瑶 他们都想让我死 石瑶 他们都想让我死 你看 我看看 也不知道乱七八糟说什么 他们都想让我死 怎么样 没事 喝了那么多酒 还满嘴胡话 讨厌 石瑶 大家都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倒是明白了 不过我们这次行动的时间把握 一定不能出任何差错 一旦出错 非但我们人送不出去 连我们自己也得搭进去 这的确是一次 冒险的行动啊 所以啊 必须大家一起坐下来 共同商量这件事情 要我说啊 与其困在这儿出不去 倒不如搏一把 可是这次赌博的赌注太大了 安伯 咱们是不是想想别的办法 教堂 也不是万全之地 日本人迟早会发现 他们在那儿多待一天 就多一天的危险 不如虎穴 焉得虎子 日本人是万万想不到 我们会有这么大的胆 好 那我们就拼他一次 拼他一次 拼一次 拼一次 妈 院长 她怎么样 没事 就是喝醉了 有点酒精中毒 给他打了一针 睡着了 你没那么大酒量 喝那么多酒干吗 逞什么呢 胡说什么呢 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 所以才喝成这样的 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那浩然哥 从来就不喝多 你这孩子 院长 我那边还有病人 我去看一下 好 行了 等浩天醒了 好好照顾他 别忘了 人家可帮过你呀 吆恒 你别离开我 按照我 东西 我爱你 吆舜 你不会离开我的 要不你一定会把玉佩还给我的 我怕你把玉佩还给我 浩天这孩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打白天就喝醉了 幸亏他还知道去医院 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烦心的事了 才借酒消愁的 上一次他喝醉了就是为了施摇 这一次啊巴酒不离石还是为了施摇 年轻人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去解决 一代人管一代人 你就别操心了 你说这两个孩子怎么回事 一个能结巴他不结婚 一个不能结巴他非要结婚 这算什么 行了行了你消消气 我呢回头问问浩天 到底是因为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呀 感情问题 那也得问了才能知道啊 如果真是为了施摇的感情问题 那我们去找沈夫人一起商量 如果是别的 那我们就再想办法 好吧 这次行动 时间是关键 不能出任何杀错 大家请对一下便好 现在是十点整 大家做好准备 分头行动 好 好 首先是承柱化妆成清洁工人 混进日本线兵大队 干什么的 太阮长 我就是个扫 扫地的 打开 太阮长 你最好别看 打开 快 你看吧 滚 与此同时 乔治和周先生化妆成难民 走到最前列 一定要让日本便衣 一眼就认出来 站住 周虎文 十点二十的时候 陈仲要进入上山博业的房间 进行打扫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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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 枪手看见陈仲和上山博业 都在房间的时候 立刻开枪 处理 就在这一家公司 别小的伤心 让你下来 对不起 我跟这一家公司 我想你 快去吧 舍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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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 我对 我 City 请电话 沉重趁上山伯爷出去的空隙 接到电话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我是上山伯爷 刚刚上山中组 我们已经抓到了 那个英国人乔治和周洪文 好 我马上陪人来接应你们 我们现在 遭到抵抗分子的袭击 情况很紧急 你们在城外的小树林里待命 俊杰同志和其他队员 扮作日本宪兵驾驶汽车 出发 在十点三十分的时候 向关卡出发 接应周先生和乔治 上山伯爷肯定会担心 办公室的文件安全 会立刻回来 沉重无法及时离开 沉重一定要装的 吓得要死 动弹不得 安伯这个时候 应该找到上山伯爷 主要是给沉重打掩护 让他好尽快离开现场 不要让上山伯爷怀疑 上山客厦 我刚刚到宪兵队的门口 就听到了枪声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想做抵抗分子 想要暗算我 您的身体没问题吧 你是什么东西 还不快滚 谢谢他就让你 谢谢他就让你 慧气 一枪毙了你 一枪毙了你 我让你跑 我让你跑 俊杰把车开到关卡以后 什么都不要说 要装作有秘密任务在身 不能多言的样子 把他们两个给我带走 走 你们两个走 快点 走 别闹 站着 太军 他们上车 你们可以走了 抵抗分子真是太嚣张了 竟然暗杀到您这里来了 这是适可人 殊不可人 我建议 立刻进行全程搜捕 搜捕 一定要搜捕 如果让我抓他 我一定将他随时问断 我马上通知巡捕房 让他们全力配合皇军的 搜捕工作 安队长 你是我上山 真正的朋友 谢谢太军太爱 为您帮忙 是在下的荣幸 过了关卡 日本人随时可能发现 我们是假扮的 所以俊杰同志 要尽快将汽车 开得越远越好 终算抓到这两个人了 上山中卓果然厉害 喂 刚才通电话 上山中卓说城里有抵抗分子 出什么事了 日本边一旦跟你们说谎 就肯定会发现你们是假冒的 这个时候 就要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立刻干掉这些日本人 不是那个小队的 上山博也生性狡诈 等他冷静下来 他一定会察觉到 情况有些诡异 魏宝万一 他会向每个检查官家 打电话 询问 有没有可疑情况 给我去南一号官家 解决掉那几个日本便衣 俊杰同志要带着乔治和周先生 立刻赶往游击区 不能耽搁一点时间 好的 加强去呗 给我去南二号官家 我是上山博也 上山博也发现官家有问题后 肯定会派人追赶 他自己也会亲自过去 什么 已经抓到乔治和周洪文了 我真不知道 已经通过观察了 快准追 汽车快要接进游击区的时候 好 要改为步行 汽车则要向相反的方向开局 以扰乱敌人的视线 刘林 到 你开车往那个方向走 是 我和弟兄们 带着周先生和乔治朝这个方向撤 快走 太决 是谁带着了乔治和周洪文 报告太决 是您派来的编医啊 他们有说什么话没有 没有没有 就挥了挥手 就把乔治和周洪文带走了 报告 你这个笨蛋 真是阵子 你个猪 骂了个八子 让他娘别人蒙了 冤我 真他娘孙子 报告 这张除了有血迹意外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 报告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一切正常没什么问题 我这边没问题 那现在看 只有等着俊杰同志的情况了 韩伯 俊杰 怎么样 成功了没有 放心吧 我已经把他们交到 接应人员的手里边了 估计现在啊 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 太好了 这个任务 我们总算是有惊无险 圆满地完成了 把他们两个送出去啊 我们这心里啊 就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啊 是啊 为了他们两个 我们也是一路上 担惊受怕 外带负伤啊 我总算是把这尊大佛给送走了 这个周老父子啊 可把我这得个够呛了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 让两个人 堂而皇之地逃出了上海 写信物呢 现在情况正在调查之专 打击你办公室的电话 到底是谁接的 查出来没有 目前还没有 不过 在枪击案发生同时 在我房间里 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很可疑 你是怀疑他趁你出门的时候 下达的命令 现在也只有这一种解释了 怎么会这么巧啊 枪击办公室 乔治和周洪文被抓 接着是你的电话被截听 这是需要十分缜密的思维 和高度严密的策划 共产党有这个能力吗 目前正在调查 一定要查清楚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是共产党所为 说明他们已经不仅仅是一支 以实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组成的 简单的游击队 他们已经具备了在敌战区 进行精密策划 和进行一系列行动的能力 而且 他们当中一定有人接受过 特殊的训练 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 就会非常地棘手 不过雪城相信 无论是什么样的队路 都不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对手 最终都会被我们彻底消灭 混账 事情是做出来的 不是说出来的 我要的是结果 结果你明白吧 我要的是上海所有地下抵抗组织 全军覆灭的结果 雪城明白 这件事情不能就此了结 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回应 否则 他们会以为我们打日本帝国无能 上次去 立刻出动你的假游戏队 上海现在需要的是血案 需要的是摩擦 我要让上海所有的华人组织 和共产党对抗 再报 再报 共产党对抗组织 再报 绝案 上海法律协会被袭击 无死欣赏 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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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本人对周洪文和乔治的离开 做出的报复反应 他们是想让我们在上海的群众组织 彻底瓦解 成为众尸之地 孤立无援 我看我们得想办法 把这个假游戏队给干掉 要是再任其发展下去 我们在上海 辛辛苦苦打造的基础 也会被动摇的 可是现在还是这个问题 他们在暗处 来无影去无踪 我们怎么打掉他们 更何况这是在上海 我们行动队员就这么几个人 要是真打起来 根本不是对手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我们要引蛇出洞 把他们引出来 再想办法消灭他们 引蛇出洞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不过这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拿什么做诱饵啊 而且什么样的诱饵 才能把这条毒蛇给引出来 我仔细想过了 日本方面的目的 在于引起上海 各界对我们之间的矛盾 从而孤立我们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找机会 让他们能够制造摩擦 安伯 您就说具 具体应该怎么做吧 我想借由你们 二位父亲的影响力 召开一次上海华商大会 具体的内容嘛 可以定为 如何振兴上海的经济 安伯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是想利用 上海华商总会这个平台 把消息给放出去 给这个假游击队 制造一个摩擦 让它自己 就在上海消失了 对不对 对 办法倒是好 而且也能制造 上海华商总会 和共产党的矛盾 这个诱饵也足够大 问题是把他们引出来之后 我们如何去消灭他们 到头来 我们总不能替别人 做假意吧 其实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无论从现实的环境 还是我们自身的能力 我们都不具备 消灭他们的条件 即使我们把他们引出来 我们也是毫无办法 你不相信这是 共产党人干的 你也不想一想 那共产党的基础就是工人 他们怎么可能 取消纺制协会啊 这就是有人在栽赃陷害 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干的 你都不要生气啊 我就看不得 这种小人伎俩 真刀真枪地干不过人家 就会使用这些 下三滥的手段 那你觉得 会是谁干的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 不但能消灭他们 而且啊 我们还能全身而退 那那那什么办法 你赶紧说呀 那就是 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 什么意思 你们好好想想 日本人弄出这个假游击队 目的是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挑剂各方面 与我们的矛盾 自相残杀吗 的确 他们是戒刀杀人 那既然日本人 都能用我们中国的 戒刀杀人之计 我们为什么 就不能用这个计策呢 你的意思 就是让日本人 自己干掉 自己假造的游击队 你答对了 有些承诺 爱过以后我才发现 有些承诺 爱过以后我才发现 必须永远 感谢你陪在我身边 黑暗中让我看见 远方的光 照进了家园 勇敢的 向前往 不要再悲伤 不要绝望 听起那 受伤的胸膛 在困境中 更要连的坚强 勇敢的 向前往 不要再悲伤 不要绝望 不要绝望 听起那 受伤的胸膛 在困境中 更要变得坚强 在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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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伤的胸膛 在困境中 受伤的胸膛